葡萄牙球隊士布亭相隔40年再次到訪澳門 下星期一會與足球代表隊踢友誼賽 葡萄牙超級聯賽球隊士布亭繼1978年來到澳門之後 相隔40年再次到訪 會進行一系列的交流活動 並且與代表隊踢友誼賽 澳門足球總會副理事長林子龍就說 會以學習的心態應戰 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寶貴的經驗 因為我們的代表隊很難得可以和歐洲競女切磋和學習 我相信球員都會非常珍惜這次的寶貴經驗 今季葡萄聯賽以第三名完成的士布亭 來澳門的陣容會以預備隊為主 一行20多人將會在星期六抵達澳門 而重頭戲的友誼賽將會在下星期一 晚上的8點在澳門運動場上演 門票將於星期五起在球場門外免費派發 屋廣市記者林思琦報道